大家好 今天是4月28日 星期五是4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 亦是4月牆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大市仍然持續回升的勢頭 連同星期三和四繼續內 市已經連升三天 但雖然是這樣 市場氣氛是很保守 換句話說 在交頭偏梭下 整個市的動力根本不足 即使市已經連升三天 只不過是急跌後 技術上的後抽 先看看指數 恆指今早先高於96點 去到19,936點 由這一刻開始 在買盤負置下 一步一步上升 曾經升到20,167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 這一分鐘升了327點 而且技術上也輕輕回到50和10天線路上 但不能夠站穩在這個高台 因為買盤就退縮 結果大市是輾轉反覆 又再回到20,000點樓下 4月去到尾仍然是先高後低的形態 暫時指數仍然是由17號高位 20,864已經跌到26號低位 19,520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只有1,344點 由於交頭實在偏縮 在買賣兩閒之下 市是沒有更大的波幅墊 這才是關鍵 因為在1萬9,000左右的水平 只要市在5月份有1,000多點的波幅 如果波幅向上走 大家都知道 恒指會上市今個月的高位 20,864 甚至挑戰3月7日的高位 21,005點 但這只是技術上一個波幅的看法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勝 先講清楚 反過來 在1萬9,900多點 如果稍為有1,000點的波幅 而是向下 都不需要多說 指數會直至今年3月20日的低位 18,829點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因為暫時來說 這是今年的全年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代表由1月27日高位 開始的回落 仍然在延續 所以 就算市3月有少許暖定 大家都不要覺得 或者不要認定 大市已經暖定不跌 全新去投入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總是覺得 股市未必會像去年的翻版 因為去年的市場 由2月10日一直跌到去年10月31日 從頭跌到尾 今年情況應該不會這樣 但即使不是這樣 第二個季度 可能仍會進一步反覆 甚至乎會試一試今年的低位 既然是這樣的 我們就無謂重倉出擊 買少許反彈 就無所謂 反正都是5-8% 或者8-10% 輸贏都要計數 重倉當然不是現在的水平入市 再看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暫時仍然站在250天線上 暫時不需要擔心市底 因為250天線在19720點 如果指數站在19720點上 只不過代表大市是猜波等變 不是屬於反覆逐步市底的形態 但是也要留意 因為指數仍然是反覆在12-15-10-100天線之下 即是技術上、形態上仍然還是偏弱 就算好像今早上曾經的浸風 回到10-50天線上 但不能夠穩守在12-15-10天線上 因為買盤不足 所以技術上看 就算是稍微有少許回亂 都只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 不過沒有大聲的後秋市 現在就看看下午和下星期的市場 如何行走 2月、3月、4月 已經連續三個月先高後低 不需要五穷 由2月份已經開始窮 儘管在5月份是否再進一步窮 暫時來說 先看看下午市況是如何行走 好了 終究分析到此